在县议员唐晓芬的陪同下 县长林明镇衰公务处水利工程科及道路养护科专者人员前往北投里会刊 众多在地的农友里面都到场关心 北投里属于县府管辖的朝风碑北投大牌 施涉于73年间 当时采气时堆叠方式逐成博侃当土墙 加上大牌与农田的落差最高达3公尺 经过近40年 70博侃老旧破损脱落 农友节水管罐常会漏损影响耕作 最后同意延长更新施涉 逾三倍长110公尺的博侃当土墙 经费也增加为200万元 从过去做到现在这三十年 要做头 阿摩头都含着了 面中在爆产 水都流流了 永远就打不定 因为我们这里农民 大家一直在要求说 看能够做做好好的水不要线 不说打不出水 来看能够很需要来做 本来是价位说要做30公尺 我们这里农民说 这里有做后边没做 没说白了 叫官方做一次做 结果对30公尺的当土墙到80公尺 县议员唐小芬哲表示 北投大牌施涉至今已经超过40年 期间都没有再修护过 以致影响当地农作 感谢县长苦民说库 同意征修至110公尺 让排水及灌溉功能更完善 县长本来也是预计 我们大概做30公尺左右的一个大牌的修护 县长也临时在县长 那延长了到110公尺左右 做一个大牌的修护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修护 让我们这边现场的一些 当地的一些种植水稻的这些农民 那在未来种植水稻的时候 会有做一些改善 那也改善我们这些的 大牌的一个排水的一个功能 加会我们当地的一些里民 那希望说 透过这些的修护之后 那也能够改善我们当地里民的 一些种植的一个问题 北投大牌是当地农作唯一的灌溉沟渠 对农民收成有绝对的影响 考量到农民朋友的生计 县府将原先规划修护30公尺的长度 一举延长至110公尺 不仅让农田用水无后顾之忧 也强化沟渠搏砍 让水流不会四处满溢 对农作的收成有相当大的帮助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 好